主席 主席,我們請署長 好,請江署長 維恩好 署長好 今天我們討論的是 我們要審查的是這個化妝品的 衛生管理條例的修正 就是剛剛您所報告的 就是禁止動物實驗的這個問題 好,那一般來說 現在目前會用到動物實驗的 除了我們講的化妝品之外,還有 醫藥跟食品還有一些研究單位 那剛剛主席他有說 在全世界一年 會用大概 1.5億隻 的這個動物,那在台灣 我們一年大概要 拿來做實驗的動物的這個數量 大概有多少 您這邊有掌握這樣的數據 是不是可以請農委會 好,今天 農委會江科長 好 好 我們請農委會江科長 來說明 謝謝 謝謝委員的垂巡喔 我們按照我們現在國內的那個 統計,大概一年 包括水生動物 就是小魚這些 斑馬魚這些的 使用量大概我們會有170萬隻 170萬隻 那其中大概一半是 那個魚的部分 小魚的部分 那如果就化妝品的部分 一年會大概使用多少的這個動物來做試驗 請問我們衛福部這邊 有掌握這樣的資料嗎 報告委員 老實說我們沒有這一方面的資料 我們最近這幾年所受理到 所有化妝品業者提供的一些 查驗登記的內容裡頭 也沒有受理到有 動物試驗的一個安全性試驗資料 所以其實我們在台灣 針對於就是化妝品這一塊 他的一個試驗 用動物試驗的這個掌握的一個狀況 其實是不是非常的清楚 就是業者他到底用了多少的動物來做試驗的 是這樣子嗎 因為在動物試驗的管理辦法是在農委會 那農委會可以掌握嗎 用在化妝品上面 我們的農委會是依據動保法 我們掌握的是實驗動物的人道管理 那基於這樣的一個架構下 我們並不會去刻意用他的用途去做所謂的區別 那做這個一個報告 所以現在的狀況是說 如果這些廠商他要進行動物實驗 他也不必特別去做一些申請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們也沒辦法去掌握 是目前的法令是沒有特別要去做一個申請的一個動作嗎 目前依據動保法的規定 這些機構屬於科學應用機構 必須成立實驗動物管理 以及照護委員會或小組 那所有的實驗或測試 必須經過這個委員會的內部的一個許可跟審查 農委會的部分會負責每年的年度報告的監督跟外部查核 那如果是這樣他有一個程序 那也必須申請跟審核 那這樣子的一個數據他們會去做一個申報嗎 就是他用了多少的一個動物 目前依據會一定要求他們要申報 我們一年大概動物實驗的件數 就是案件數大概7000多件 那你剛剛有跟我說 這個化妝品的一個用的一個動物數大概是多少嗎 沒有 沒辦法去做直接區隔 那如果他有申請 那他有針對他的專案去做申請的話 為什麼沒有辦法掌握 因為我們是准他的實驗動物的進行 但是數量沒有 對 數量也會掌握 剛剛累計的170幾萬也是都統計出來的 那可是不會因為他說這個實驗是做化妝品 還是做藥品 還是做食品用這樣的一個區隔 沒有做這樣的一個區隔 好 那所以 這個量跟他用途 是其實你們沒有特別去掌握 那所以也不能知道說 這些就是動物他是拿來做新產品 或是新原料還是療效測試 其實都沒有辦法有精確的掌握嗎 以目前的情形是這樣 好 所以其實我們根本不知道說 現在化妝品的試驗到底是拿來做新產品 還是新的原料 或是我們來做療效測試 其實這個部分在台灣應該是大家都不太清楚 連我們政府單位都不清楚 好 那其實我要問的是說 其實我們一直在希望說能夠 在歐盟呢 其實跟剛才我們有一個委員 專委員的報告是一致的 他從1993年到2003年 10年的時間去做政策的規劃 跟業者之間的溝通 那麼在這個時間裡頭呢 他從2003年到2009年才制定這個法規 而且去輔導所有的廠商 那麼從成品一直到成分 然後從禁止成分的一個做動物試驗 一直到禁止販賣 其實他有四個階段 有十年的時間到2009年才開始 那禁止是2013年才開始 完全禁止的 我想要了解的是 衛福部您對於他這幾年 這兩三年來 他這樣子的一個禁止的一個販售的 一個施行的狀況 你們有去了解過嗎 他們有沒有辦法確實去施行 在歐盟他是屬於一個28個國家的一個結盟 所以他的歐盟執委會的一個定出的法規規定 各個國家還要再去制定他國內的法規 然後來做禁止 那麼在歐盟已經在全面性的禁止 我想其他國家呢 也會看歐盟的執行情形 那麼現在所有世界性的國家只有八兩成 國家是有禁止的 其他國家都沒有 就兩成的國家 好 那我就回到 其實對於這個歐盟 因為他非常多的國家 我想衛福部這邊也沒有辦法全面去掌握 但是我想問回到台灣 其實以化妝品它動物實驗的需求 我們去跟幾個團體談過 他們當然認為說 現在化妝品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實驗的需求已經越來越小 那以衛福部的一個角度來看 你們認為說這樣的一個需求 是小的還是大的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要全面去推動 這樣的一個禁止動物實驗的話 我們會遇到什麼樣的阻力 那你們在推動上面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困難 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在前一陣子也有問過 所有的工會跟廠商 他們也沒有具體的數字給我們 說它會影響到經濟層面 或者是貿易障礙 但是我們知道有些國家 你要輸出到那個國家的時候 它是必須提出動物性試驗的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他們會遭遇到困難 就是輸出的部分 其實我問到現在 我發現我們其實 政府單位對這個問題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非常的不清楚 因為我剛剛問到我們國內的狀況 以及國外的狀況 以及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其實這個回應都非常的模糊 其實我在查這些相關的資料的時候 其實也都沒有一個明確的數據 但是政府單位之所以是政府單位 跟民間單位不一樣 就是你們應該要掌握這樣的一個數據 才有辦法在政策的推行上面去做實力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要推動這樣的法案 我當然非常的支持 但是政府單位還是要對這整個狀況 要有一定的掌握 因為如果這樣我今天問下來 什麼都不是很清楚的狀況 我們到底怎麼樣去輔導這些廠商 我這是有一個很疑惑的問題 但是我因為時間有限 我要表達我的立場是說 禁止這種不道德的跟不必要的動物實驗 我相信這是世界的潮流跟趨勢 那我們也絕對去支持 那當然你們在報告裡面也有講到 要緩衝的時間 然後是建議是三年的時間 但是這三年的時間 我是不太清楚說 到底這些廠商能不能夠 在這三年裡面就完全的去 達到我們這邊的一個要求 但是我是認為說 這樣有一個緩衝時間 大家去做一個討論是一件好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們也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一步一步的推進 好那不要因為說因為配套不足 而就讓這個法令沒有辦法向前 所以這個部分我也是希望 就是我們這邊是要說 衛福部這邊 能夠再加把勁 然後我也希望說所有的委員 也都能夠共同來支持這個 就是讓美麗遠離殘酷 謝謝 是 謝謝委員 好 我們謝謝 謝謝